中央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1点半已经发布海魁台风为陆上台风警报 花莲县的灾害疫病中心在上午11点半也升级为一级开设 有鉴于海魁台风是四年来首度登台的台风 县岛徐政委也协同了立委夫婚旗 率领着县府各局处首长前往了天宫庙、地居庙、慈慧堂、顺安宫 还有港天宫等五座宫庙来参拜祈福 根据气象局说明中处台风海魁持续接近台湾 3号白天台湾各地的降雨量都会明显提高 东方部地区要有远防豪雨或豪雨以上等级所带来的强降雨 且台风登陆之后它会与地形产生交互作用 因此这次变化相当的大 也提醒民众务必做好防抗的准备保障生命产生的安全 三百 再拜 三百 请合乡 有救援海魁台风为四年首度登台的台风 现在许正为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宣导民众切勿轻呼 应该坚持恐惧 小心硬硬 未必做好各项防抗准备之外 中央特别协同立委夫婚旗 幸福阁基督首长前往清晨天空庙 帝君庙 慈慧堂 深冠宫以及港天宫五座宫庙 前程参拜祈福 一行鼓礼前程敬拜 以三跪舍扣守罪敬礼 祈求众神护佑花莲 拼佑花莲 建计家户平安能够安然度过这次台风 现在许正为能再次强调面对中度台风海魁的来袭 民众切勿轻呼 应该检测恐惧 小心硬硬 做好各项的防抗准备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